嗨,大家好,我是Carol,我是来自马来西亚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刚刚完成了这个大师为我做的这个超度仪式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可能会做到这个超度的仪式 因为需要一笔很大笔的数目 然后第二呢,就是要去找这个十位十七亲人的照片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我都不可能做到的 可是非常奇迹的事情就是当我的心中发愿 是我要为亲人做这件超度的事情的时候 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都发生了 第一就是我在很短的时间,就是一个礼拜内 我就拿到这一笔要超度的这个钱了 我就有了这笔钱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在短短不到24小时内 我找到这些十七亲人的照片 因为一些亲人就是比如说我外公外婆 我都跟那边的亲戚 我们是完全已经十七联络了 可是是非常奇迹的 让我很轻易很容易的就拿到他们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是很神奇 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推动我 来帮助我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最挑战的就是在那个所有的东西都取钱了 就是要做付款的时候 这个付款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折腾我 就是怎么说,我是从下午12点多 一直去怎样讲 一直要去做这个付款 在当中遇到了很多很多这个挑战 跟很多障碍 就是会有一些 一些琐碎的事情来到我面前 要我很快速的处理 又让我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付款 然后到了最后一分钟 我真的是差一点要放弃的时候 又有贵人来call我 叫我不要放弃 就是那最后那个一步 我一定要完成 我一定可以的 OK,在当中有贵人来提醒我 有要去请求大师 让大师帮我圆满 让我一定要完成这个超度的这个仪式 所以最后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障碍 没有办法让我去完成付到这个款项 最后真的是有一个贵人来到我的面前 来帮助我 让我很快很顺利的完成这个付款 然后就到这个超度仪式的那个当天早上 我看到我的这个家族的这个亲人的照片在上面 我看到师父在一直念一直念着 我的心是多么多么的开心 多么多么的感动 然后尤其是在这个结尾后面那一part 有一个画面让我看到一个很美的画面就是 我看到我的这些死去的亲人 他们已经被超度了 他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他们被这个师父就是 这样讲带领去到那个很美很美的地方 那个画面让我有这样的感受 我很感动我很开心 然后我也是有要我的家人跟我一起观赏这个超度的这个仪式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感恩 做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很酷 然后我也很感动 也尤其是这个幕后工作者的这些义工啊 义工的帮忙 然后怎么说 最棒的就是 真的是有那股无法形容的力量 他在推动我 在背后好像来帮助我 一定要让我去圆满 圆满这个超度的仪式 我相信那个应该是大师的点化 然后可以让我可以很顺利很圆满的完成这个任务 谢谢大家